第1363集 圣言似反应有些迟钝 还处在愣正状态 被傲锋这一拍才惊醒过来 金银同眸中一缕光泽一闪而过 他面容微动轻壳一声答应下来 我知道了 哦 你今天怎么这么听话 傲锋有点奇怪地看他一眼 黑黑笑道 圣言兄 你不会是见我扮了女装 就真把我当个柔弱女子 不知道怎么面对了吧 难道以前就没和美女相处过 看不出来呀 你还挺纯情的嘛 我说你少胡说八道 我只是不喜欢跟麻烦的女人打交道 圣言脸一黑 恢复了冷傲的表情 怒哼道 而且我也没什么怜香惜玉的习惯 别以为你变成这样 我就不敢打你 哎哟 我好怕呀 好像你动动嘴就能打赢我似的 哼 那现在就来分个胜负 让你好好看看 我是不是只有嘴上厉害 两人又开始了一贯的针锋相对 这一吵上感觉顿时就又回来了 他俩对劲了 却苦了魁江三人 他们心惊胆战地躲到一旁 生怕二人下一秒就打起来殃及驰鱼 劝解的声音都说得好小 两位大哥 你们闹够了就准备一下上路吧 早点出发还能多找点宝物啊 这话倒真是提醒了他们 奥峰和盛言也不想浪费魔神秘境的大好机缘 不甘不愿地瞪着眼睛停下了争斗 招呼一声各自收拾东西开拔 山洞里的悟道术和本源金矿 奥峰二人都没有外露的意思 他们也一早就把展云和萨亚收回了幻寿空间 他们和魁江三人相识不深 不能保证见到如此宝物之后 对方会不会有贪婪之心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些宝物本也是他们 自己先得到的 没有必要见人就分 至于被扔下来的那头大君王魔兽 奥峰二人便推辞了共享 都给了魁江三人 那是头雷元素的大君王 身上法则对二人来说没啥用 奥峰和盛言身家泼丰 不在意这点东西 也没有拿别人战利品的习惯 他们若有需要 直接再去猎杀就行 魁江三人对此甚是感激 魔神秘境里的任何一点 收获他们小界中人都很重视 一枚法则结晶 用得好能造就一个大君王呢 尽管这种大君王战力不高 但在他们卫面也算是顶尖人物了 以他们的实力 捕猎一头大君王费的功夫可不小 难得有了收获 还被燕绍华等人追杀抢夺 日子过得太不容易 对比之下 奥峰二人的大气就让人非常有好感 奥峰和盛言对抽取法则的过程十分好奇 在旁边观看了一下 只见魁江手持本元经 往其中注入着灵魂之力 本元经闪耀出微盲 一条条的法则 从大君王魔兽体内被牵引出来 在空中汇聚成一道道蓝紫色的弧线 总共四条法则 很快就被抽了个干净 失去灵魂法则后 魔兽肉体皮毛的光泽 明显暗淡下来 四块蓝紫色法则晶体新鲜出炉 这样的法则结晶 可以说是诸天顶级硬通货 自己不用 也可以拿去换各种宝物 我们手中的本元经不多 在秘境里探寻了半年 也就弄到了六块 这一下子就用了四块 下回猎杀的魔兽 我们就不参与分配了 魁江把结晶分给了杨文渊和铁塔 各一块说道 奥峰知道 他这是在表态 不会和他们抢战利品 暗道这人挺会做人呢 难怪能当这支小队的首领 他但笑着点头道 多劳多得是应当 却也不用分那么清楚 既然我们有幸结伴一回 自该相互照应些 我和圣言陛下还算是有些运到 相信收获会不少的 你们只管给我们引路 哪里盛产好东西 就往哪边走 奥峰没打算撇开魁江三人 他和圣言对魔神秘境都很陌生 顶多也就知道个方向 一路向东 哪里是宝 哪里是险地之类的 他们就两眼一抹黑了 这三人是万界中人 手中有前人多次探索的地图 进入之前也有前辈修炼者 传授经验 有他们当向导 能省下不少巡路的力气 魁江三人皆是大喜 心知这次算是抱上大腿了 顿时兴致高昂 斗志满满 好 这次有了圣女大人护航 倒要看看 仗天联盟那些家伙 还敢不敢动手 有热闹 我们都去参一脚 把他们的宝贝都抢过来 吓死那些卑鄙无耻的混账小人 奥峰暗暗好笑 知道这些人是憋惨了 急于找回场子 他也不介绍招摇过市 反正都已经办上了 搞出足够大的阵仗 才配得上母亲的声名嘛 很快 这条东行的道路上 就爆出了一系列的震动和惊呼 诸多万界天才强者 在受到惊吓后 疯狂地用通讯台 和一众盟友们 传递起一则讯息 云风沁那个大魔王 终于出现了 云风沁出现了 云风沁出现了 听说了没有 那个能把至尊强者气死 把僵尸汗拔懊活 把传奇魔兽吓哭 把诸天天才祸害了 一遍又一遍的 恐怖大魔王云风沁 终于在秘境里现身了 什么 怎么回事啊 之前不是有传闻说 他已经死了吗 你也说了那是传闻 谣言这种东西 又不用本钱的 谁不能造 我就知道云风沁 不可能那么轻易陨落的 长颜大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想弄死这个恶魔 哪有那么容易 当初我们沉沙界 举界出动 都没能 不说了 全是累 急事消息 这恶魔带着一群人 刚离开西风丘 正在往东行路 大家能躲的就躲 能逃的快逃啊 什么 你们正在他经过的 那条路上夺宝 想死你们就继续躲吧 什么 他抢你们杀死的魔兽 你还活着就已经很幸运了 珍惜生命 远离风沁 这是我作为前辈 给你们这些后辈同道的忠告 至于我 我决定就地挖个洞府 闭关修炼 紫霞山盛会之前 再不出去了